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怎么会来这里呀 快去 把夏云仙找过来 你又想怎样 跟他说这是刚到手的绝密 月双行 月双行 月双行一直在猜疑我 还好 我早就准备了这些东西 你是想利用夏大哥替你杀月双行 夏云仙是一把锋利的刀 我不去 我不会再骗夏大哥的 你爹还有月双行 他们总有一个要人头落地 会是谁 你自己选 小红 去把夏大哥找来 他真的会杀了我爹 超级火 你啊 你啊 我生不要有钱 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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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大哥 海东来刚才说的不无道理 或许当你你家中的惨案 真的领有蹊跷 如果真是如此 那你也不必去刺杀堂皇 引起长安大乱了 当年我带着王岐古海淘气镖国 我折磨了自己十几年 如今终于找到了机会回来复仇 结果你跟我说一句 此事另有蹊跷 若真如此 这件事过起了这么久 你让我到哪儿去查这真相 这不白之渊 难道永无水落石出之日吗 夏大哥 你先冷静一下 我已经冷静得太久了 这血海深仇压在我心里 早已不堪重负 什么事 上面到底写了什么 上面到底写了什么 你那个玉佩送出去了 也没见过着陆 着急也没用 玉佩已经送出去了 结果如何很快就会知道 总得让人家知道 你们还活着 写封信报个平安吧 小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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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当年害我全家的真凶了 当年是月双刑 奉命缉拿高国公主党羽之人 他就是害我全家的真凶了 他就是害我全家的真凶 这些 这些未必都是真的 哪里来的 哪里来的 你爹 还有月双刑 他们总有一个要人逃落地 会是谁 自己选 这些都是内卫府的绝密文件 刚偷出来不久 那就不会有假 月双刑就是凶手 夏大哥 你别冲动 月双刑为什么要杀人 当年皇帝不是有纸 要活捉吗 还有这回事 那也许 也许这些文件都有问题 别急 我要看清楚 怎么还不出来啊 爹 爹 跑哪儿去了 爹 爹 明明看他回家的 怎么会不见呢 最好不要在信上给我耍花招 我们倒是想耍花招来着 我们也得知道我们在哪儿啊 我这奇怪啊 这么大的衣冠主 你是挖在哪里的 有些事情啊 知道得越少 对你们来说越安全 去去去 对了 你还真就生了一个好女儿 她还真管于我 他还真管于我 管成了我 什么意思 夏云仙对你的女儿信任有加 通过她的嘴里得知当年的真相 那真是太合适也不顾了 那真是太合适也不顾了 我的女儿是不会害下一线的 你说得没错 没错 可是她要是知道她的爹在我的手上呢 就是拿我来要挟她吗 就是拿我来要挟她吗 难道你就不怕我一头装死在这儿吗 我当然不怕 你可以死吧 我不告诉她不就好了 我承认 要不了多久你就会看到夏云仙 是复仇的好戏 岳双心害我全家 是因为皇帝的秘址 你说什么 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 一国皇帝 为什么要杀你一个游侠 不只杀我一个 是想借机铲除长安城内所有的高手 以绝后患 你不觉得这个刘很荒命吗 确实很荒命 这足以证明他是个昏君 如果这都是假的呢 这文书上写得清清楚楚 怎么会是假的 我 大明宫展示进不去 那就先杀岳双刑 久终 谢谢你 夏大哥 夏 大哥 夏 大哥 要不了多久 夏大哥 一切都将会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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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提你那玉佩的事 燕沙罗为什么突然 想看我们的亲笔信 你是说他们是在试探官场岭 借机寻找不到下落 可这个官场岭是内卫的首领啊 首眼通天啊 谁能见识他 灵儿 灵儿 明明看他回家了 怎么消失了 爹 怎么了 我刚才从屋里出来 怎么没看见你呀 这两天有点累了 在屋里小睡了一会儿 那你应该多休息休息才是啊 那么多的事情要办 哪有时间歇息 你先回去吧 我还有事情要办 这确实是内卫的安全 那就没错了 但上面写得太耸人听闻了 岳霜行怎么可能滥杀五辜呢 皇帝密旨他能不听吗 为什么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 不然怎么叫密旨的 既然是绝密 宇文忠怎么知道的 够了 不用再说 铁正如山 今天晚上就出手去杀了岳霜行 如果宇文忠是在骗人呢 宇文忠绝对不会骗我 我不得不骗 如果我这么做 官场岭就会杀死我爹 我也愿意 但是 我也愿意 你也愿意 可是 我不会眼睁睁看着夏大哥 走上绝路的 冠昌里 一定会派人监视我 小红 有件事情 要你来做 观察令下午送来的 我们看过了 是苏绝和舒兰陀的笔迹 难道他们真的被我爹抓了 他今天都去过哪里 我一直跟着他 先进了长安天府 你们可能不知道 这个屋的主人是个女人 父姓宇文 宇文忠 你认识他 宇文忠也是观察令的人 你继续说 之后他就回家了 然后我跟进去的时候 人却不见了 等他再出来的时候 手里面就已经拿着这两封信了 树南托克速决就藏在你们家里 怎么可能呢 房间那么小 怎么可能藏人 你们家 有什么地方是观察令 不愿意让你靠近的吗 厨房 我爹他喜欢亲自熬汤做饭 从来不愿意我进厨房 那个地方有鬼 阳上行 是你杀了我妻子害了我全家 今天我就跟你做个了断 让见尉坚视官场领的行踪 一有异动就向我禀报 是 去安排吧 走 令儿 外面的那位你能调动吗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想办法调开几个我跟你走 去你家找出书难头的下落 我们也去 我们也去 人太多目标太大 要留一起留 要走一起走 这么多人都要出去 恐怕会有些困难 就不留 我们都走 咱们直接走出去 那门外那位怎么办呢 这就靠你了 我 好 救命啊 别跑 站住 救命啊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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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儿小姐 你怎么在里面 慌什么 把他放下 我要把他们三个人带走 可是关大人说 这几个人很重要的 所以我才要连夜把他们带走 换个地方看守 我爹就是怕你们怀疑 才让我亲自过来带你 怎么 还不信啊 信 怎么会不信呢 那要不要我们护送呢 不用 外面有人接应 你们在这儿候着就行 明白 不能让别人知道 他们已经被带走了 聪明 有前途 我们走吧 为何厮杀 我们自家兄弟喝多了 闹 闹着玩呢 正是如此 拿来 走吧 是 是 起来 快走 我全都看见了 你让人引开月霜行 阻止夏云仙杀他 人生的路有那么多条 我就不明白了 你们为什么选择背叛呢 背叛我的人没有好下场 听 前面过去不远 就是我家了 那还有遇事吗 赶紧过去啊 你们还是留在这儿吧 为什么 这也要问 官场领如果在家怎么办 冲进去只会自投罗网 你们在这儿等我 我进去找他们的下落 官场领要是不在的话 带我们一起进去 不行 我爹会随时回来的 你们还是在这儿等着 我一个人进去吧 凌儿 我觉得应该就在厨房附近 知道 放心吧 我们就这么傻站着 小心戒备 如果凌儿真的救了树南驼他们 官场领一定不会放人 到时候就要我们出手了 顺便提醒一下 官场领 武功极告你们不是对手 大不了就一死 只要少主活着就行 当然 不死最好 苏绝本姓梁伯 你们对他忠诚 未必会有回报 只要少主能活着 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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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听到什么 什么呀 好像有人在敲打 好像在找入口 应该不是官场领 他不需要找 所以是来救我们的 有人吗 我肃爵 听见说句话 有没有人呢 有没有人 别叫着 上面的人 是听不见的 硬没动静了 我们会不会听错了 不会的 这个声音 刚才我也听见啊 少安勿躁 行了 都别着急了 我先睡会儿 如果有人来救我 叫醒我 小红 小红 小红你怎么了 快坐下 出什么事了小红 是你 是你让他引开的月双刑 为什么 应家父威胁我 让我为你搜集消息 可以 可以 但是 我不会让夏大哥 成为你的刀 为你去杀人 更不会让你 利用他刺杀堂皇 我是大唐的子民 你应为国尽忠 你应为国尽忠 说得好 忠臣一事谁都想当 却人人都难当成 为什么 因为忠臣一事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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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代价 你承担得起吗 小红 小鸾 小学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帮我劝说夏云仙 让他混进大明宫刺杀堂皇 事成之后我就可以放了你 到时候你们妇女团聚 共享天伦之乐 休想 你就不想救你爹的命吗 我了解我爹 如果为了他而让天下大乱 他宁愿去死 好 好 我现在就去杀了他 我马上去找夏大哥 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 你这是在逼我杀了你 帮你 是我不忠 让你杀了我家父 是我不孝 既然忠孝不能两全 我倒不如舍身取义 报这条命 还给大唐 还给家父 人生之死万事皆空 你为什么非要选择这条死路呢 孔约成人 孟约成义 舍身取义 杀身成人 无悍此生 好 人都已经死了 他还想要帮你 他的命是你害的 他的命是你害的 小红 小红 你慢点走 我很快就会来陪你的 来吧 动手吧 何苦呢 小红 是我 我想问一下月双行加入哪里 夏大哥 官长领才是杀死你气子的真凶 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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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事 珊瑶珠 我去找郎中 我去找郎中 夏德科 别去 观长林 暂时搞过公主的心腹 当年 是他把所有的罪诚 转到你的身上 也是他亲自动手 杀了你全家 现在 他想借你的仇恨 杀死堂皇 为高国公主复仇 杀死堂皇 是我不好 现在 才把这些人告诉你 没事 不怕 我在 我爹在他手里 我不得不为他撒谎 夏大哥 是我不好 到现在才把这些人告诉你 谁是我骗的 这条命 我现在还给你 你别怪我 不怪 小朱 没事 我在 不怕 小朱 小朱 你别怪我 别怪我 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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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怪你 不怪你 不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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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大哥 小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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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此生负你 来世再报 一尝一尝一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我和苏绝都在下面 等一下 我想办法 没动静啊 这丫头不会跑了吧 王子殿下 王子殿下 我看到了这个 幸好是你发现的 苏绝也在 都在 都在 对了 别来了 我们赶紧出去吧 等等 王子殿下 真的是我爹 把你们抓进来的吗 好 好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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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说什么 夏大侠是我的亲爹 你们全家是被官昌人所害 不可能 你胡说 打断一下 打断一下 要不我给二位再泡点茶 你们打算在这儿聊多久啊 能不能出去聊 官场里说不定就回来了 是 有什么话出去再说 你先上去 我断后 再见啊 宇文先生 这个应该能打开 金铁打造 打不开的 我走不出去 那好吧 再见啊 我先上去吧 你 你 你干嘛 这我子殿下先走 官铃儿 你厉害 来来来 双弹头 你来你来 铃儿 你身边有没有冰刃 只有把匕首 孩子 给我试试 啊 边 Recogn 怎么办啊 吴 referenced me 你的 云密先生 尔弗先生 宝负 宝负 我活了这么多年 是为了让我女儿 不再受冠长林胁迫了 现在可以了 这是何苦啊 你可以把我的死讯 告诉我的女儿 这样她就不会被冠长林取册了 雨芬先生 我的女儿为我受了很多苦 我多想见她一面啊 我死了 小忠就解脱了 让傅坑说 死而无恨 雨芬先生 这 难道 真的是我爹把她给逼死了 你为什么不相信呢 难道她会用自己的命来骗你吗 我 我爹 我爹 我爹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的 你快拉倒吧 你爹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行了 有完没完啊 老头不是死了吗 能不能上去了 苏绝 你有没有怜悯之心 好好好 我没有 你有好吧 来来来 你再给她守个头七再走 好啊 王子殿下 我们还是先上去吧 夜沙楼姐姐还有小妖红妮 她们都在外面等着呢 我会帮你 转告宇文忠的 走吧 快走 糟了 快走 那你呢 他是我爹 不会害我的 还不走 快走吧 带上灵儿 谁都别走 都给我留下 爹 真的是你想要行刺陛下的吗 站开 是你和苏绝合作 杀了镖国那些内卫 毁了境外割法 是这样的吗 是我干的 暗 他是不是想要不要 葡营 也是这样的